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由台南市安配有铁路地下化 有關主要計畫的部分 铁路用地還有铁路用地 跟我們供應到用地 做完小組的第二次會議 你們不曉得你們這一大話下去 我們的家都沒有了 我往後二十年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我也不曉得丟在小組啊 因為丟在小組一次省下去 都是小組扁黑貨啊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案子提出去 但是這個建議啊 我們這個建議啊 還是要在大會決定 決定 因為我們建議啊 審根本沒有辦法審啊 因為鐵工局的案 跟這個案 我也不能講說鐵工局的案最好 你工程師的案 也不能講你最好啊 你要把這兩個案跟都市計畫 請徐世宏當召集人啊 你們委員當召集人啊 審出一個最理想的方案 為什麼不能夠等到工程會議 得到一個結論之後 再去開第三次會議 為什麼搶著要背這個黑鍋 這個不是小組不背黑鍋 是小組搶著背黑鍋 把黑鍋整個包到自己頭上去蓋了 賴市長 這個案我是希望給他挑戰啊 那到底不知道他怎麼 你們98年通過的 我們幾年知道的 101年8月28 101年的8月17號收到括號信 101年的8月28號第一次去開會 藍鐵不東移 藍鐵不東移 正義永存在 正義永存在 賴清德出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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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選舉之前的一天 禮拜五的早上 他們隱匿居民 他們想要偷偷的召開這第二次的小組會議 我們拜託國民黨的邱文燕委員 請邱委員緊急召開了一個協調會議 邀請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 還有交通部以及鐵工局 到場協調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知道國民黨即將下台 請他們 不要在5月20號之前 不要在這個案子的 土地徵收必要性還沒有釐清之前 來召開這個第二次的 都市計畫文會小組會議 在內市的會議 我們把它定調為一個工程 藍鐵工程的討論會 也就是說我們針對工程上面 來進行辯論工房 台南市政府 賴清德以及鐵工局 他們一直強調 這個土地徵收的必要性 以及鐵路為什麼要公移的必要性 其實都是因為工程技術的問題 第一點結論就是 鐵工局必須要跟居民共同成立一個 南鐵工程小組 這個南鐵工程小組 它的作用就是在於 一起去研究規劃一條 對老百姓侵害最少 土地徵收面積最少的一個 南鐵地下化方案 第二個結論就是 因為台南市政府跟鐵工局 一直都講不清楚 今天這個土地徵收 到底是為了鐵路地下化的目的 還是為了都市計畫綠圓道的目的 所以希望 這個工程小組也能夠就 這個土地徵收的目的予以釐清 第三個結論就是在 釐清上述兩個爭議點之前 一樣的 內政部都委會應該停止一切的程序 在台南進行的土地徵收程序 也應該要停止 那另外 上次的專案小組也針對 民眾所業績成績的意見 除了這個公理的公益性 必要性正當性的 工程技術 文化資產 補給保存 交通衝擊 還有聚落型態的改變 地的徵用 徵收 地價補償 採取其攤置 還有居民心理的影響層面 還有舉辦經政會等的部分 另外在用地區的部分 鐵路地下化的工程屬於永久性的設施 所以依照工程所需的土地 下方是會提供台鐵來做營運 跟隧道相關設施的使用 那地上 地下化的一個隧道上方之間 增空的 未來增空的一個空間的部分 或者是政府來做一個公園到位的使用 那土地所全能沒有辦法繼續行使 它的一個土地權利 所以依照土徵條例的規定 協議架構 或徵收當期的一個市價 再來補償它的一個低價 那另外這對拆遷安置的部分 目前增收房屋的一個 增收公告前一年有居住40的部分 有這個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人 人口的一個弱勢 弱勢的扶取會依照 虛地機關會依照補償條例的規定 來於以安置 那剛剛鐵空局講的這個所謂的經建會 在96年的會議 大家請看 在它10月24號之前 有一個10月4號的會議 是由交通部提送給這個行政院的 它弘字寫的是 且考量其用地期限 已達5到6年甚至更長 於永久用地無異 故採取徵收方式辦理 這個就是 剛剛96年的那個基礎 就是說 你那個臨死鬼的用地 他講臨死鬼的用地 已經5、6年了 跟永久用地一樣 所以我乾脆把它徵收起來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荒謬 對1月19號與會的所有的人 充局非常大 這個是跟強盜無異的 所以呢 10月25號的時候 他才講 剛剛這個鐵工局所報告的說 並延期該臨死鬼用地 可用作後續其他交通路線 這一句話是因為 他前面說 臨死鬼用地 用5、6年了 所以就乾脆把它徵收起來 那個時候還沒想到 徵收完以後 那個土地要怎麼用 經建會才講說 並延期該臨死鬼 可供後續其他 它已經徵收來了 後續其他使用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合法的一個決議 所以鐵工局所根據的東西 是一個不合法的東西 我們現在講這個 任何寬度位置消防問題 或者通道問題 居不影響原規的情形 大家記得剛剛 他講的這個96年版 說是什麼 兩側都要臨死鬼 這個是謊話 85年到96年 行政院版的原則是什麼 利用現有台鐵路權範圍 如需徵收租用土地 亦徵收租用最小的原則 離死鬼的地 是用在 這個 路線的東側 在我們下面 地下道 這個路線布設的 第二來 離死鬼是佈在 平行地下隧道 線行布設 現由鐵路東側線東側 也就是 96年版 絕對沒有 要徵收西側的土地 這是剛剛鐵工局講的 第二個謊話 他的離死鬼是佈在 隧道的東側 這個原則非常清楚 這是當時的佈設方式 其實我今天也要質疑 台湾政法 這案子說 教育的通過之後 你有資料跟這件嗎 賴清哥的票 那你跟我說 你越亂票越遠了 越亂票越遠了 但是你看八個年 要做之後 你 我這個 我這個現在密謀 我這個現在密謀 我一直在談事 我覺得談事 沒有任何見證 你看 中國城的 改建 都更 搞了多久 搞到現在還沒有動 我也不希望丟賽小組 因為丟賽小組 一直省下去 都是小組背黑鍋 對不對 你們今天在這裡 都是讓我們背黑鍋 一直在省 一直要省 省不下去 那賴清哥就是這樣 都市計畫的小組 沒有用 都是被黑鍋 下次換徐世宏 徐世宏你也會來做內政部 都二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形下 我是覺得今天 在這種爭議上 有專家 有工程的 有都市計畫專業的 民眾 有你的想法 但是上次民眾來講 都是我們很可憐弱勢 今天弱勢是該考慮 弱勢有很多的方式上 來考慮 但是在這裡面的工程問題 跟都市計畫的問題 路線的問題 我們 我們建前 主席假日可憐的話 是不是 鐵工局 跟工程局 跟工程局 市政府 確實 好好討論一個新的案 來審查 要不然怎麼會審查下去 審查不下去 因為你會在場的話 一審到那個就反對 一審到那個就反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案子提出去 但是這個建議 我們這個建議 還是要在大會決定 決定 因為我們建議 審根本沒有辦法審 因為鐵工局的案 跟這個案 我也不能講鐵工局的案最好 你工程式的案 也不能講你最好 你要把這兩個案 跟都市計畫 請徐世宗 當召集人 你們委員當召集人 審出一個最理想的方案 我們提到大會以後 你不要講 只要提到大會就通過了 提到大會 我剛才也是講 我們提到大會有很多的東西 有的是照案通過 有的是就是說 再度協商 協調一個罪事方案 你們自救會的方案 也並不見得是最理想 大家是互相溝通 協助一個案 協助一個案 因為賴市長 這個案我是希望給他挑戰的 到底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今天 特別把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 剛剛施老師提到主要計畫 我特別把這個主要計畫 他的公開展覽 公開展覽整本 這就是公文書 我整本把它帶來 整本報告出這種後 談到土地徵收子 談到什麼 什麼一面 一面 還不到一夜 把土地徵收都擺在 事業跟財務計畫裡面 293億 有多少要補償 有多少要補償 開箱 除了 在本場